哇 出来了 出来了 哇 这根大 终于挖出来了 好漂亮 来 挖三点 大家好 我是英哥 粉丝想吃冬笋 今天去这片里挖一点 挖冬笋非常艺难 很讲究技巧 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 都从来没有挖过我们当地这片里的冬笋 照这样看来应该非常的多 走走走 赶紧看今天的挖多少 大地有多大 这个叫懒竹 也叫毛竹 冬笋就长在这个下面 哇 出来了 出来了 哇 这根大 终于挖出来了 好漂亮 来 挖三点 这里原先有两根懒水 有懒水的地方比有大火 这根还不算大 再往这里面挖肯定还有大地 还宽点 我们把这整的宽点 这里面应该还要大地 看还有好多 这么长 一扎多长 但这个还不至于大地 我的目标是 一个两斤的 哦 能挖回来的行呢 这这这这 哇 这条还是大 哦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两条顺利长势 应该在这个方向 这里面还有 我们把这里全部挖开 看看这一团倒了一个挖多少根 哇 又出来了 哇 美不美 我刚才雨车里很对吧 我说这一块里应该也有 这上面可能还有 好车走 这就是这条猪猪边 这有一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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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难哦 我的雨车非常整齐 对不对 哦 这条不是小 二条 这条 没有难 没有难 它上面长大 这里有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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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我的雨车 在中间应该还有一个 估计也像这一条比较小 这里有一个 这个也比较小 是 又出来了 哇呀 这条有一点太 而且这一条 都有一点点粗粗了 如果仔细看的话 都要看一下这个圈尖 这一条比较小 这一条竹根上面长到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边还有两个 总共整个八个 但是有几个小弟 我们今天说的是只说这几个大弟 把这小弟留到明年之代 这可以 最大的一斤多 最小的二两左右 今天就不挖了 主要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还是有点小 不是我理想中要的那样 明天找更大的 朋友们 明天热 关注山开斤多 帮我挖山的好货